我们在和女生约会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的男生很有心思的话 会带一些女生呢去这些 就是说很好吃的餐厅 那么难免呢就会怎么排队 就是好多人的 声音太好了 对 声音很好吃 你就会在外面排队 就像会像现在浪哥这样坐着 那么排队的时候呢 是一个很好和女生进挪的时候 比如说呢女生可能说 哇这个还要等多久啊 我肚子都饿扁了 对吧 对啊或者说你 他不说你说你饿了吗 饿扁了 哇你这个这么多罪咒也扁吗 对吧看没有 就开始了 对吧你可以看很自然的 本来我们两个是这样相敬如宾的 但是那很自然的 就马上转过来说 哇你这腰挺好的啊 路上有肉吗 就是我们小宝宝吗 哦还没有啊 还没有做这件事啊 那我今天晚上我们去尝试一下 对所以说呢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你在和女生等东西的时候呢 可以用他饿不饿 或者说可以调侃他这个肚子上有没有坠肉 腰上有没有坠肉 但是呢如果真的别人腰上有坠肉呢 这个时候呢 浪哥告诉你 你看你不会了对不对 对我尴尬了 突然一下 对对你想想 哇女的真的像浪哥一样这么坠肉呢 对吧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呢 你说哎 其实你肚子上有点肉我还蛮喜欢的哎 你喜欢肉肉的女生 对因为之前那个交往的那些女生 你知道那个 在骨瘦如柴 我特别喜欢那种丰满的 那你腿上肉多吗 哇你欧美的腿感觉很棒 对很有肌肉 对啊我就喜欢有点 但是稍微有点点那个 我们一起去游泳好不好 对吧 明天我们可以去游泳 对吧 看又把明天的约会呢敲定了 所以说呢 根据不同的女生呢 你在调侃她的时候呢 记住一点 你不要去打压别人 不要去去诋毁别人 对 而要尊重她 要称赞她 称赞她 或者是换着角度呢 用她舒服的方式呢 表达这样的感觉 对吧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和女生 怎么去说话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浪迹教育回复 话数两个字 我们会告诉你 在约会的时候 怎么和女生聊天 才让她不反感 那么刚刚给大家聊了这么多 我们和女生在一起约会 怎么把她拉近你们的关系 或者说怎么去这样子去搂搂抱抱 但是呢和女生在一起呢 你不能说永远是把女生这样拉近 那女生会觉得你的需求感很强 所以说你要找机会要给她推开 要这样子一来一回 女生才会觉得若即若离 才有这种感觉 那么怎么去做呢 你不能走到走到就把她推开 你说干嘛呢 离我远一点 情商负分 这样的女生会觉得崩溃的什么鬼 所以说呢 比如说你可以约她出来吃一些味道比较大的 比如说像火锅啊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吃完了过后呢 在走的时候你先这样搂过来 你说轩轩 给你说个悄悄话 怎么了 哎等一下 你身上怎么有乖乖的味道 哇你变成火锅 这个 变成这个蒜味小宝宝了 这样我们俩这样说话行不行啊 你不要对着我 对啊 所以这样的话就显得很调皮 很好玩 那么女生也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有这种拉近距离的时候呢 也有被你嫌弃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别有用呢 女生在被你嫌弃的时候呢 她会第一个想我有没有哪个地方做的不好 对然后就 对就是这种哎小可爱的感觉 我就拉个地方做的不好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啊 或者说女生就会有这种就是想要抓住的感觉 对而不是说你一直拉她 你说你什么都好哇 你身材又好又腰又细 女生就会觉得哇她干嘛 她是想要睡我吗 对吧 一直在表扬我 但是呢 你在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呢 你要加一些她的小瑕疵 比如说今天这个香水味真的有点怪怪的 对闻着很像那种过期了的商品 那你送我一个蛋的吧 我的意思是说我家的沐浴液的味道很好闻 我家也很好闻 那要去你家还是我家 对吧 就非常的自然的就了解这些 所以说呢 关键是什么呢 就你和女生在一起呢 你要掌握一个核心的秘籍 就是一定要若寄若离 对要什么呢 暧昧才可以 对啊 所以说呢 以上呢 就是浪哥告诉大家的 怎么把女生在约会中推开的方法 不知道兄弟们 你们学会吧 如果兄弟你有更多的情感问题呢 可以加浪哥的私人微信号 PUAMP215 浪哥跟你一对一答疑解决 我们下个人领域的